你说这臭小子他想干吗呀 前两天还冲咱摔啤酒瓶子呢 这回突然出现 肯定没好意 对啊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伯伯 他呢就是怀恨在心 想办法要报复我 那怎么办 我们就让他这样 随随便便地就混进来 不然呢 难得还怕了他 就是 我的意思啊 随便他想干什么 我们该跳跳 该舞舞 你不变 一万变 对吧 没错啊 咱们几十岁的人了 还怕他个小年轻人呢嘛 让他随便你跳 让他自我暴露 自取灭亡 媳妇 要不咱不进去了吗 你看这水嫩水嫩的 都是在校生 我这一进去多丢人啊 丢啥人呀 你学你的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压力 无形的压力 你懂不懂 我钱都交了 人家不退的 老公 百折不挠 屡败屡战 有意志的人 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你说吧呀 我说的那是读书吗 那是炒股 炒股的书 你都能看得进去 你还怕这个 这帮人里面 净数你经验多 咱不怕他 快进去吧 我还要上班呢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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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真香啊 还真有点饿了 今儿啊 特意买了半斤羊肉 人还送了我十串半斤 咋老送你呢 静点 今天就给你办个 开学典礼啊 给你加加油 来 走一个 走一个 考不上 真考不上啊 干不过他们啊 两节课下来 那些小家伙们提的问题 我听都没听过 才过了三年 知识全都迭代了 我感觉自己 完全被抛弃了 看见了吗 抛 弃 去 不至于吧 有那么夸张吗 哥 你真当考验 跟当门同似的 拉兵力的门 跟拉吉利的门 就是手劲大小的区别吗 不信你俩明天跟我去看看 我不去 我到那儿没五分钟就能着 吃不到哪儿的 五分钟就着了 去吧 怎么办啊 你说我坐到那儿 就想回咱们酒店门口 站着去 你们说 我要是给酒店申请 上二十四小时班 他们能同意吗 豆子实定是不同意 人家花那么多钱 你再不去 他得多失望 你快别问我提他了 我就纳闷了 你说他怎么想的 给我报班 让我再考研呢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谁的报应谁来说我 我说呢 你底子那么好 因为你说得那么溜 后子又这么支持你 就再考一年呗 我都考了三年了 要再考不上啊 三年之后有三年 三年之后有三年 三年都倒跟头了 老塞 三年之后 再说了 你真以为考上研究 能到人生巅峰了吗 现在在北京去应聘个好工作 十个里边六个硕士 还有四个正在考博 就算我考上了 你觉得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别那么多废话 别那么多废话 那你是去啊 还是不去啊 还能不去啊 豆子说了 以后他下班都陪我去上班 我现在就是瓮中之鳖 想跑都跑不了 你对自己的定位相当准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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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来 来 土儿 是你跟豆子说的 啥 庄 思雄 你说我有点多事了 我觉得吧 干得漂亮 我就觉得吧 经典还小 不趁着年轻再挪马力 实在是有点可惜了 那你呢 我啥呀 你就没点啥要努力的 是 我和他不一样 我没啥大目标 我就想跟我爸妈那样 待在一个小城市里 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也挺好 要是你能在北京交个女朋友 再租个大点的房子 混个十年八年的 师傅 你说我能考上个金钥匙不 你别笑话我 我其实底子还行 我上高中的时候 还当过一年英语课代表 到时候拿了金钥匙 再等三年考个管理层 没准四十岁以前 当成副总了 到时候你就是张副总的师傅 王师爷 你到了酒店 三个人给你开车门拿行李 开会的时候就跟员工说 先定个小目标吧 赠他一个亿 十个亿 十个亿是否有点太多啊 十万呢 师傅 师傅 你如à 第一次 命绝峰 你 给